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我觉得设计上蛮有趣的 它给一个二次跟一个三次多相似 那它们都通过 我们先把它这图画出来 让大家比较好感觉一下 第一个是那个二次的 这蓝色的 这fx 那fx呢 它怎样 它通过-40跟00 另外一个就是gx gx呢 也通过了-400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40 所以 它们有两个点一样 而且呢 它题目就是说 它几小时都发生在这个区间 那这个跟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题想要去探讨的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是 以fx来说 凹口向上 所以最高向为正 那g的话呢 其实这边会往下凹 所以这是g的话呢 它开三次向实际上是负的 所以第一个不可以选 那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fx的相对极小值 发生在s等于-2 因为这是二次的 所以这边其实它是会有对称轴 所以这边的确是它的一个相对极小值 那第三个呢 这边就三次的话呢 它其实会对着这个点 就是对着这个反曲点 就是对称 旋转180度对称 那这里的话呢 并不会左右对称 我们先来看 例如说假设g1长成这样子 好了 就是说今天g1长成 a倍的x-4x加4 然后再乘上x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微分 你可以看一下 微分之后呢 这个是一开始是a的x3-16x的微分 这整个的微分 那就会得到的是a乘上3x-16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里的最小值其实发生在怎样 这东西等于0的时候 x并不是什么呢 并不是正-2 所以这边 带g'-2 并不是0 所以它并不是这个极小值发生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这里并没有一个对称的情况 例如你今天 一样以这个式子来看 带-1跟带-3 它的值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g 现在这个点是以中心点 原点为 旋转180度的对称轴 所以它事实上 而且它这里是一个 g函数 这g函数的话 带-1 -1可以拿出来 所以这一题是2跟5 那我觉得这一题设计上还不错 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些画图 就可以去理解作答 我还蛮喜欢这种题目的